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子与车子几乎成了必需品 可高昂的房价确实不是20出头人生刚刚起步的年轻人负担得起的 在武汉 郑州 济南 成都等地价房价高昂的被吐槽时 却不知在浙江有个县级市的房价要比他们这些省会还高 它就是海内外皆颇具影响力的义乌 义乌是金华夏夏的县级市 虽然是县级市 可义乌的人均收入要高出精华很大一些 其富裕程度早就是人尽皆知的 目前金华的房价普遍都在一万五多一平 可义乌却突破了两万 高出了全国大部分的二线城市 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少有的事情 可你若是仔细想想 也并不感到意外 义乌是我国商贸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的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更被国际上权威的机构评定为世界第一大的市场 当地光是商贸城就有几十万人 发达的贸易使得义乌成为我国人均收入水平 与豪车密度都位居大陆的首位 一直是我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这也造成了当地的物价与房价高出其他地区 其实义乌的物价还好一点 虽然说相较国内其他地区高一点 可也只是一点 但房价就大不相同了 我国大部分的二线城市的房价都在一万多一坪左右 可义乌竟然达到了两万多 位置好一些的楼盘更是要三万多一坪 当地人纷纷表示收入确实高 但负担这么高的房价还是很困难 除此之外 当地就连房租都高得离谱 据说义乌的房租每一年都在上涨 若是一些商铺就算最不及的摊位 租金也要几万 这给了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可能这就是发达的商业带来的弊端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要说拜拜啦 如果感兴趣的话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小可爱们评论转发关注哦